家人要是不爱吃圆白菜的时候,你试试像我这么做,上桌抢着吃。 首先,我们准备一个正经的圆白菜,炒一盘,半个就够,咱们切成细身。 锅中加水,先把提前泡好的粉条烫一下,变透明了,就捞出来。 咱们加一勺老抽,再加一勺熟的食用油,拌一下,这样炒出来的粉条,颜色好看,凉了它都不妥。 起锅烧油,先下入两块钱的五花肉,炒到冒油,加葱姜,干辣椒,再来点花椒面,炸出香味,然后加入酱油,炒香,再下入圆白菜,开大火,翻炒到断生,把粉条下锅,加盐和鸡精调味,再加点红绿尖椒,配下颜色,再来点蒜末,大火翻炒到尖椒熟透,就可以出锅了。 老弟主要分享了两百多道美食了,如果有哪道是你喜欢的,麻烦给老弟来个双鸡,有不懂的就给老弟发消息,老弟看到了,马上回复你,感谢支持。